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放一只中亚猎狼犬 放一只德国牧羊犬出来 看看他们究竟会发生什么 现在就放狗 这只小中亚猎狼犬尖高我们没有测量过 不过德国牧羊犬尖高以前有测量过 它尖高是67公分 感觉这两只狗体型不相上下了 后台每天都有很多网友找我们买狗 再次重生一遍 我们现在养狗仅仅是兴趣爱好并不卖狗 这只德国牧羊犬大家视频中可以看到 髋关节有问题 实际上这只狗血统是非常好的 而且是名人之后 德国牧羊犬由于追求功倍追求背线 追求步态 所以髋关节非常容易出问题 很容易出现插拐的情况 这只狗非常明显就是插拐 划分两头各表一只 咱们回过头来说说中亚猎狼犬 它的成长速度真的是非常快啊 我估计有很多网友都是看着这只小中亚长大的 喂养这种巨型猛犬 成长阶段一定要控制它的体重啊 要不然它的后驱很容易废掉 而每天适当的运动可以让它更好的生长 长得更加健康更加健壮 这只小中亚一出笼 又开始欺负这只法国斗牛犬了 小中亚刚回来的时候 这只法斗还是它的大哥 现在只能当小弟了 已经情形相差太大了 小法斗完全招架不住它 这只小法斗还是非常聪明啊 柿子要挑软的捏 旁边的藏鸥 旁边的德国牧羊犬 它都不敢去惹 唯独只能欺负一下这只法国斗牛犬了 这只法国斗牛犬名字叫做大傻 狗如其名也是挺傻的 运动完毕 咱们给它一一放进房间里面 这四只狗就是四个品种 中亚牧羊犬 也可以叫中亚猎狼犬 德国牧羊犬 法国斗牛犬 杖骚 看看究竟哪个犬种服从性更高 更听主人的话呢 现在咱们就开工 把它一一放进房间 咱们就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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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